相關的韓式庫的檔案直接call到我們更目錄 這樣會比較好 如果你選這個將來沒有上線的話 會連不到 OK所以這個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第一頁我們改一下 ID呢第一頁改成叫home好了 第一頁就叫home 其他就是page1 page2 page3 這樣就是一個規則 那不要頁尾好了 頁守就好不要頁尾 我看看確定 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會有第一頁出來了 第一頁 那第二頁特別注意啊請你在 這個是一個 這一個頁面對不對 請你在這個頁面的外面 再增加第二頁你不要直接又 直接就給他在這裡面又增加頁面 就遠遠連不到 之前同學就是有連不到問題 那請你在 這個斜線就是在斜線body跟斜線 DIV的中間按個enter 那分別怎麼樣呢 在插入怎麼樣呢 page1 那這邊的話呢 也不要頁尾好了 就頁守就好 按確定 OK然後呢 再來點下面這邊 也是一樣 這個中間 在插入頁面 這個是page2 所以總共我們就 這個 增加有 4個頁面 4個頁面 規則的話分別是 home跟page123 按一個 確定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再來就分別怎麼樣呢 把這個上面的標題 分別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比如說這個地方就切換到 data 有沒有 裡面的話請你把上面改成叫做考生服務網好了 你就c 然後分別把這上面的名稱分別改一下 那內容的話 這個到時候我們再來 做修改 那這邊頁守的話 第1頁 就直接 改成最新消息 也就是他的標題 把改成這個地方改成最新消息 那內容部分的話呢 就在底下 那分別有這些 這個部分 最新消息從後 這幾折嘛對不對 一直到新書登場前面 Ctrl C 一下 然後再來怎麼樣 把它 貼到內容的地方 那底下都一樣 所以請各位自行在完成 那因為這個地方我需要把它改成 改成什麼 改成項目符號 所以請你把貼上的這些 這幾則新聞 這幾則消息怎麼樣 把它選取之後有沒有 再按一下那個 項目符號 下面這邊有個項目符號 按下去 把它改成項目符號 那依此類推 最新消息 然後面還有什麼呢 新書登場 那把底下 這些複製貼過去變項目符號 這個也是複製貼過去變項目符號 大概是這樣子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好了 是的 好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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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